其實小的時候妳是媽媽教妳對不對 對 我記得有一個影片就是妳在哭 妳媽很嚴厲 對 很嚴格 很嚴格 所以媽媽覺得妳小的時候既然喜歡打 那妳就要苦練對不對 對 我覺得我的媽媽真的是很厲害 是女強人 因為她就是從小就跟我說 要打的話要打好 不要就是打一半就不要打這樣 對 所以她對自己也很嚴格 對我也很嚴格 媽媽自己原來是選手嗎 是有點像媽媽三那樣的感覺 對 好 我們來看一段新聞影片好不好 小的時候傅然在練球的時候 一段新聞影片 這一位桌球小神童從三歲又九個月大 只有九十公分高的時候 就拿起了比自己的臉還要大的桌球拍 打球的時候只露出一個頭高而已 但是從1994年開始 傅然愛就打遍日本無敵手 連續三年獲得全日本八歲以下幼童組的單打冠軍 看著電視上自己贏球的模樣 傅然愛笑得是更加的開心了 憑著天賦異稟和不斷的努力 傅然愛在同年齡的選手當中所向無敵 同時她也帶動了全日本小朋友打桌球的風潮 其實她是一個 可以說是日本所有觀眾朋友心中的桌球寶寶 大家都看著她長大 而且都從小看著她哭 看著她笑 看著她打球 所以很多人的這個 就像她講的 在你在打球的時候 記者都是跟著你的 對不對 對 對 沒錯 但是真的是很感謝 就是從小支持我的很多 就是教練還有家人朋友們 可是這樣子也 在成長過程也是在眾人的眼光之下長大的 妳會有一些叛逆嗎 像這個臉 剛開始我是三歲九個月開始打球 然後差不多四歲九個月的時候 就開始那個有記者在周圍了 我剛開始的時候 是我是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長大的過程中 我就感覺到 為什麼只有我被拍 別的朋友為什麼不會被拍 我慢慢就有點不太喜歡媒體 可是中間就我就有發現 有媒體才會有球迷們 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來支持我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現在是 媒體是有點變成好朋友的 對 接受這一個 對 但是我想張宏傑一定發現 如果說妳要追這個女孩子的時候 媒體啊 大眾啊 所有人的壓力 我相信 當妳決定要追伏原愛的時候 妳有沒有跺腳啊 什麼要下定很大的決心啊 什麼 有沒有問過妳爸爸 或者是跟好朋友商量一下 還是 管他的 因為妳跟他談戀愛的這個 我一直在想 媽媽是一個很嚴厲的人 從妳小的時候 其實照顧妳也無畏不至 我記得有篇文章寫 妳小的時候覺得很奇怪 大人好像不睡覺 因為她小的時候 起來要喝水 媽媽也在旁邊就滴水 她覺得大人好像不睡覺 隨時都在照顧她 那這樣照顧的媽媽 我覺得十之八九我們看到的 當女兒或兒子要交男朋友的時候 那一關都是最難過的 對 我是第一次來台灣找她的時候 我是沒有跟媽媽說 然後媽媽連續找我了三天 我就看手機怎麼辦 然後後來妳有跟媽媽說嗎 後來說了 對 我說還是要跟媽媽講一下 妳到底在哪裡 會放心一點 對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一個人坐過飛機 對 妳一定覺得大事不好了 這個小孩 然後她也沒想到我會出國 對 所以真的應該是很驚訝的 所以而且她想 之前妳在 就是妳在交朋友的時候 妳在... 在還沒有認識她之前 有交過其他的男朋友嗎 有 有 那媽媽都有贊成嗎 沒有跟她說 都不用跟她說就對了 對 就... 對 我沒有跟她說 就不敢跟她說 不敢跟她說 對... 好 那這個鬧大了 因為妳想 就是報紙上一定會登 因為 江洪傑是台灣桌球的國手 妳就是日本 這種... 這樣的話題 大家很喜歡 對... 所以妳們怎麼過了媽媽這一關 妳... 妳有去見她媽媽嗎 有 但是媽媽真的 好像真的很放心把她交給我 這是我非常感謝媽媽的地方 很訝異吧 很訝異 對 因為我跟媽媽是不太會講話 然後媽媽就一直用日文跟我 然後我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我就... 但是因為妳沒聽懂 她可能講妳一定要好好對她 妳還是不好好對她 對 有可能是這樣子 對 好 媽媽其實是為什麼會贊成妳跟... 妳覺得 首先媽媽知道是小潔 然後她也會來看我的比賽 看比賽的時候 因為公開賽什麼的 小潔也會打 所以一下子知道 台北對著江洪傑這樣 然後我媽媽也知道她從小就... 也是喜歡... 對 喜歡足球 然後努力 對 所以媽媽很喜歡 就會努力的男生 對 不容易啊 對 我也是真的很緊張 很緊張對不對 對 我一直是想 妳也算是桌球的國寶了 然後江洪傑也算是一個國手 你們兩個結婚 其實應該有滿多的阻力 或者是說 雙方可能會覺得 那將來福元安到底要住日本呢 還是跟著妳呢 照理說結婚呢 太太都是要跟著先生 我想媽媽一定也有這樣的考驗 我想可能是因為 這一切都要等你們把奧運打完了 才可以對不對 是不是 對 對 沒錯 做結學會或者是媽媽 有這樣子說嗎 如果你們要結婚 你們要幹嘛 都等禮約的奧運結束以後 應該是 我們的目標算是很明確的 因為為了同一個目標 要去努力 所以擔心的事情 比較不會這麼多 對啊 就是媽媽 然後我爸這些 就是很支持我們 對 沒有去想說 你們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怎樣 就是全心全意的支持我們 對 他們不會說不可以怎樣 只是說一開始 讓不讓你們兩個人在一起 其實那一關過了就過了對不對 對 我覺得我媽咪過得很快 真的 對 因為第一次我來完台灣的時候 媽媽就跟我說一句 注意安全這樣 對 然後第二次來的時候 然後我還有點鬚鬚 因為第一次的時候 是沒有跟她講 對 然後第二次要跟她講 對 然後我跟她講 我說 媽媽我想去台灣 想去看小節 然後媽咪說 幫我買牛軋糖 台灣的牛軋糖 還是有幫到嗎 真的 真的 所以 好...我想要多買一點 多買一點 好 那妳的教練有沒有說 對妳跟小節 我想像姐妹一樣的 她一定是 要幫著妳看小節 是什麼樣的人 適不適合妳 因為愛講也很愛哭 也很愛笑 一定是一個 很熱情的女孩 對 其實小節跟我教練 關係也很好 對吧 你什麼官場都打得很好 對 她附近的周圍的人 要先搞好官場 是不是 原來這樣 我覺得是耶 妳不要講 追一個女孩子 附近的人都要搞好 反正教練講妳一個壞話 她的姐妹人 其他球員講妳壞話 妳就... 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對 一點機會都沒有 費心了 辛苦了 沒關係